在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段回忆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小人书 天上织井殿里有七个仙女 她们在宫中感到很烦闷 一天来到银河畔游玩 众仙女走到彩虹桥 想看看人间 大姐说 我们偷看人间 万不能叫玉帝知道了 众姐妹答应不声张 于是挥动浮沉 扫开了乌云 众姐妹低头下望 看到田园乘阔 人物舟车 柳绿花红 清晰如画 她们感到人间真是美好 众姐妹又看见一个青年男子 拿着包裹 携着雨伞 在坟前哭哭啼啼 大姐是慧眼仙子 什么事 她一看便知 大家便问她人间这一男子 为何啼哭 大姐说 这是东淮村 此人叫董勇 是忠厚的庄稼人 因父亲病故 无钱送葬 便卖身付家 他正要前去上宫 众姐妹正为董勇叹息 忽听南天门一阵钟声响起 姐妹们不敢留恋 便随大姐下桥回去 独有七仙姬留在桥头 呆呆地望着董勇 大姐发现不见七仙姬 便回来喊她 大姐问七仙姬在想什么 七仙姬料想瞒她不过 便把自己的心事 老实地告诉了她 七仙姬忙向大姐恳求帮忙 大姐最疼她 答应不阻拦她 并愿一起想办法 临别时 大姐又从秀里 取出一只南香 赠给七仙姬 七仙姬收好南香 从淮中取出宝扇 向空中画了一道天梯 在彩云缭绕中 天天向东淮村而来 七仙姬来到东淮村 这里有山有水 风景清新 她想 我与董勇素不相识 用什么方法和她会面呢 对 还是找土地来商量吧 只见白光一闪 出来一味土地 七仙姬说明自己 要和董勇成婚的心事 并托她作媒 土地听说 只是摇头 七仙姬给土地解释了一番 土地才答应下来 两人又商量了一计 董勇离了家乡 匆匆地往西村的复原外家上宫 她行到一个山路口时 忽见一个青年女子立在路口 挡住去路 董勇想请她让路 又想到在这山林小路 男女交言 很是不便 于是就决定绕另一条道走 她刚刚绕到另一条小路上 谁知那女子又把小路挡住了 董勇没法 走上前去说 大姐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为何一再挡住我的路 七仙姬微笑着说 你这话说得好没来由 常言道 条条大路众人开 难道你走的 我就走不得吗 董勇无话可说 低头从旁边走过去 董勇见到宅小 怕撞了他 想躲开走 谁知心里一慌 手里的伞竟挂住了他的衣袖 董勇慌慌张张地把包裹和雨伞放在一边 上前与七仙姬陪礼 他把自己的姓名 住址和遭遇说了一遍 七仙姬言说 自己也是个无依无靠的人 愿与董勇同幸福 共患难 永远在一起 董勇心里虽然很喜爱七仙姬 但又怕养活不了他 于是他一再推脱 可是七仙姬言来语去 把董勇说得无言可答了 七仙姬见董勇这样之理之意 越发爱他 顺手便把包裹雨伞藏在身后 这时日以偏息 董勇又急又慌 便想夺回包裹雨伞 刚一伸手 背后有人哈哈大笑 董勇大吃一惊 回头一看 原是个白头老汉 这老汉正是土地所变 他是按着事先商量好的计策 在这紧要当口出来的 董勇正想向他解释 却给七仙姬抢先说了一遍 董勇愣了半赏 便吞吞吐吐地说 没有人做主婚 怎么成婚呢 老汉笑着说 我这大年纪可做主婚 但董勇又说 没有做没的也不行了 老汉听了也有些为难 这时七仙姬指着槐树 对董勇说 大哥 你为何不求他为媒 只要喊他三声 他就会答应的 于是 董勇便朝槐树喊了起来 说也奇怪 董勇连叫三声 槐树都答应了 董勇正为此事奇怪 老汉哈哈地催他们 拜谢大媒 董勇拜完 对槐树说 我上无片马 下无寸地 日后若连累娘子 如何过意地去 七仙姬说 夫有千担 七分五百 日后的事 是不会错的 夫妻二人 拜别老汉 一同奔 复原外家去了 来到庄前林子里 董勇把包裹 雨伞交给七仙姬 叫他在这里歇息一会儿 自己进庄 去先见园外 复原外正在账房算租账 一见董勇进来 便说 你先到末房去干活吧 董勇吞吞吐吐地说 我把娘子也带来了 复原外听后 冷笑了一声 不信穷人也娶得起媳妇 怀疑董勇是拐带人口 便叫他领他进来 复原外见七仙姬 长得如此美貌 便说 你不是绅士家的陶婢 便是傅家陶妾 董勇在旁边很是担心 七仙姬 却从容地把云外搏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 复原外此时记上心来 问七仙姬会不会知锦 七仙姬说会知 这时复原外 就命他一夜知十匹锦卷 并说如能之成 将脉身时间缩短 董勇一听可急坏了 七仙姬赶上一步 追问复原外是否真心之言 当时约定掌灯时开工 天明交卷 董勇夫妇走后 复原外便叫庄客 找石捆无头乱丝 送到机房交给董勇 并叫董勇到末房推末 不让他在机房帮忙 董勇看见乱丝 心里真是担忧 董勇对七仙姬说 这分明是为难你我 我看你不如连夜逃走 省得连累于你 七仙姬说 我与丈夫生死一起 是不能走的 此卷你只管放心好了 七仙姬连说带劝 好容易才将董勇劝出机房 到末房去推末 这时已交出更 七仙姬焚起南乡 轻烟缕缕直达天宫 天上的六位仙女 闻到了南乡 知道七妹遇到困难 大姐便急忙带领众姐妹 踩着彩云 三更十分降到凡间来 七仙姬看到姐妹 高兴极了 姐妹们很关心她们夫妻 七仙姬便把一夜 纺石皮紧卷的时说了 姐妹们叫她不必犯愁 她们带来了天梭 姐妹们说说笑笑 一起动起手来 岸上之机 只见玉缩如流星一样 穿来穿去 正知的起劲 忽然听见巫后一声鸡鸣 大姐忙说 不要慌 我们把织成的卷 掀来亮亮 大家量了一遍 已足足食皮有余 众姐妹高兴极了 锦卷织成 七仙姬谢过姐妹 并送她们回天宫去了 董勇走进机房 只见桌上放着光彩夺目的锦卷 她非常惊喜 两人正在说着 只见傅员外来了 一看桌上堆满了锦卷 只见锦卷上枝的奇花异草 真情奇寿 颜色鲜艳非常好看 傅员外一时惊呆了 董勇和七仙姬 便向傅员外讲理 傅员外哑口无言 转眼间百日已满 他们叫傅员外 当面把董勇的卖身器撕掉 夫妻二人高高兴兴走出傅家 夫妻来到林子里 七仙姬见离家不远 便从包袱里拿出了一双新鞋子 给董勇穿上 董勇忽然看见包袱里有件小衣服 一时高兴地问七仙姬道 娘子你有孕了吗 七仙姬羞羞答答地低下头 天气炎热 董勇怕妻子累了 让七仙姬坐下歇息 自己便高高兴兴地去找水果给他解渴 董勇走后 突然刮起大风 只刮得天昏地暗 只见大风后边一个身披红锦袍 身带火葫芦的火德星君来到 并大声传旨给七仙姬 七仙姬与火德星君答对 誓死不回天宫 火德星君怒冲冲地说 回禀玉帝再说 火神走后 七仙姬知道事情不妙 便急忙燃起南香 向姐姐们求援 煞时 一只天鹅从空飞下 嘴里叼着一封书信 七仙姬打开书信一看 才知道姐姐们因他下房 而被监禁了 他心中又是不安 又是愤恨 董勇回来 见七仙姬紧锁双眉 坐着发愣 以为他受热了 便马上给他水果吃 七仙姬接过水果 脸色还是很不好看 他又问 董勇现在是什么时候 七仙姬见五十已到 不得不将玉帝相逼 夫妻分别的话 告给董勇 董勇听了 真是如同晴天劈垒 七仙姬听了董勇说 有没有证 就叫他去找怀音树 如果他答应作证 就不回天宫了 董勇听了便去问怀音树 董勇向着怀音树 大喊起来 一连喊了三声 可是那个怀音树 一声也没有答他 这时 火得星君又来了 董勇气愤满胸 上前与火得星君答对 火得星君大怒 喷火要烧董勇 董勇立时晕倒 七仙姬舍不得叫火 将他烧死 就答应回天宫去 七仙姬哭哭啼啼用裸裙 将董勇盖起来 随后 他又在怀音树上 留给董勇四句诗 七仙姬血罢 便嫁其彩云一步一回头地 离开恩爱的丈夫 董勇苏醒过来 看见了七仙姬 在怀音树上留下的诗句 一连念了几遍 心如刀割 最后 董勇指高天骂 是谁夺去了我的娘子 是谁拆散了我们的恩爱夫妻 是你 是你 全文晚安 谢谢观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更多精彩的小人书 即将为您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洗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